高度6900公尺的中共军机注意 你已进入我空域 你想我飞航安全 立即回转脱离 近期外媒高度关注 共击绕台弹军机从哪飞来 答案呼之欲出 美国国防新闻周刊报道 解放军疑似把停用的 汕头外杀机场盖为军用 卫星照片编号1的位置 是多次出现的歼7战斗机 再来编号2和3 是今年5月7号拍下的 两架空险200 也就是运8反潜机 其中一架还在滑行 巧的是同天同款机型 就侵扰我西南防空识别区 另外今年9月2号 也拍下6架疑似苏凯 或兼系列的战机停靠北侧机坪 同月5号马上有4架苏凯30绕台 而画面下方则是去年 10月27号所拍下的运8 显示相关部署早在去年就开始 今年6月第83集团军 某空中突击旅千里机动 至陌生沿海地域 演习立体夺岛 解放军近期还首度派出 武职使扰台被解读舰指东沙 位于南海的东沙岛 是台湾海峡南边的门户 具有控制巴射海峡 进入南海的绝佳战略位置 而面对中国虎视眈眈 美军开始暗中协防 北京智库发现 美国的海军马力希尔4号 近期在东沙周边测量 绘制地貌水文图 而我国也在东沙岛部署 红转火箭弹防止中共进逼 挑事闹事之后呢 必然要受到解放军的 强力的反制 在这个东沙和南沙的岛礁上 部署了火箭弹 然后用这个火柴棍 去捅解放军的军舰 现在呢应该说 这个所谓的战法 作战计划 就是要用这个火柴棍 还练出一套这个兵法 来为自己壮胆 大陆最忌惮 台美越走越近 三不五十就来呛瞎 只是说辞大同小异 中方坚决反对 美方与中国台湾地区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网来 和军事联系 就连采访完小英总统的 CNN记者都感受到 访谈播出后 美中关系变紧张了 但美国布局印太战略抗中 关键角色还有日本 美国海军部长近期 就亲自登上日本出云号 并直接称呼其为航空母舰 美国F-35B也成功在军舰上 垂直起降 随着出云号的改装 加核号的改装持续完成 F-35B从美国引进工作的 快速推进 之后日本不光有海上 强大的远海作战能力 而且还将拥有 多艘航空母舰 所构成的海上攻击编队 最后的关键拼图则是东协 光今年美国就先后派出 副国务卿谢尔曼 国防部长奥斯丁 还有副总统贺锦丽 出访东南亚 这次东协峰会 拜登亲自出席 并宣布投注1亿美元 加强合作 只是地缘关系上 毕竟中国离得比较近 很多国家不想选边站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26号 在峰会上表示 我们不希望这个区域 成为竞争和冲突的地方 也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 东协更先后宣布 同时与澳洲和中国 加强战略伙伴关系 似乎两边都不想得罪 TVB新闻综合报道